我刚刚就提到了 美国这个21世纪的大战略 尤其在东亚的部分 基本上已经定调了 只是差距在 是比较积极的跟中国交往呢 还是说对中国的崛起比较担心 如果对中国的崛起比较担心的话呢 就会走向一个比较预防性的外交 就像小布希的第二任 2005年开始 我们注意到的 比较担心是中国的崛起 我们会看到他跟这个北韩的关系 积极的改善 跟日本关系积极强化 对台湾的问题也开始比较重视 更加重视 这些等等就是一些问题的 但是在之前 2001年开始的时候 他是强调跟中国的合作 来共同对抗反恐的世界的问题 北韩的问题 你看这些的变化就是代表说 他实际上 连小布希政府这八年 都是这样子摆动 这其实在克林顿的时候 就已经刚刚讲到的 9E Initiative的时候 9E的这个建言里面实际上就已经不好的局 他那里面就讲到了 中国在政治 军事 经济是三方面的崛起 使得美国难以真正的跟中国正面的对抗 所以美国没有选择一定要积极交往 但是他安排了一个预防性的外交 那就是特别强调美国一定要跟日本维持友好的关系 所以美日的同盟最重要 所以美国对日本的经贸的摩擦 要睁眼闭眼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些战略的安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 comнд本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